我是们这台叫阿维塔11 注意啊 11不要说11啊 官方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官方电影非常巧妙 叫什么 我看一眼啊 情感智能电动轿跑SUV 太拗口了 真是太拗口了 脑不了 海洋气 作为长安的高端电动品牌 我是希望阿维塔啊 这个战略性的旗一定要走好 很多人会吐槽啊 说这是长安自己感动自己的产品啊 说哎呦 它就是为了打造高端 当然造的高端 其实真的不是 它是唯一一个国内的所有的车 不谈车谈设计的 这是很有意思 就是它上市之前 包括试驾之前 都是说某某的设计师设计了什么 包括宣传也是 它是不通过垂直平台去宣传车的 但是呢 这个车造成之后会发现 它还是要通过一个正常渠道去宣传的 是不是特不正常 然后呢 今天我们这台车也是比较曲线救国啊 由于阿维塔这个车 目前热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是借着同行的媒体试驾车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车 它是一个中大型的SUV 车长将近四米九了啊 轴距也不短 但是车里的空间真的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觉得这个合理啊 非常合理 就是高级的车空间都不大 那我问一下 宾利天悦后排大吗 宾利天悦的后排 是不如国产的宝马X5的 因为是高级 对不对 不要不要和麦巴赫S级比啊 那我再问一下 保时捷卡燕Turbo S上的GP 空间大吗 也不大 对吧 还没有宝马X1大 因为高级的车都是这样的 那我再说一下 奥迪RS6空间大吗 也不大 对不对 还没有A6L大 所以高级的车就不要要求空间 你胡扯 接下来我们到车尾看一下啊 这个车的设计小精髓 车尾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精妙之处 一看到这个车尾 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效仿阿苏特马丁的某某款车型 其实我觉得不要先入为主啊 但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啊 这个电动敲起的小尾翼 会让你感觉仪式感非常好 而且这样的设计有一个什么好处 就是它可以不用后雨刮了 因为按照空气动力去啊 它这个水是不会挂在上面 也就减少了一个 就是你的一个机械结构 整个看上去的设计感觉 就是整体感觉特别好 很圆润很饱满 然后这个车就对着起 这个高级的车的一个感觉 因为高级的车一定要有概念 这个概念一定是别人没有用过的 或者说其他的高级车上用的概念 我作为一个借鉴 或者衍生得来的 所以AVITA11这个车 从外观本身上 我是认可度非常高的 那接下来我们到车内聊一聊啊 这个全系标配 这四个无边框车门的AVITA11 内饰是不是也那么高级 我们一脚刹车门自动关上啊 跟大家说一下 这台车是大顶配 就限量版60万指导价那个车 但是呢 如果中端卖的最好的话 就是36.99万啊 区别就是一个大五座啊 这个是个四座 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官方本来定义为情感涡流 但是这个设计的造型 确实对整个内部的生长 循环是有一定帮助的 所以你坐在车里会感觉 这个车的环抱感特别特别的好啊 然后呢 就是方航盘的造型的样式也会感觉 既有点机体跑车的感觉 又有点很前卫的感觉 因为它没有一个 非常非常就是实的一个握感啊 多功能方航盘的那个区域 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楼空设计 包括这儿还有一个 就是监测你人脸的功能 就整个内饰的风格 坐进来会让你感觉 确实很前卫啊 有点小小时尚的感觉 外界 懂了吗 座椅呢 采用这种再用铜椅的 这种一体式风格的座椅 会让你感觉 这个车有点小小的运动风格 还真是 这台车的内饰风格啊 是极这种非常具有科技感 然后又有点运动风 并且很高级 很豪的一个感觉 那为什么我说 这台车高级的车 永远不用考虑 后排空间的实用性 我们的后排看一下 这台车的后排空间 确实没有那么的大 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后排啊 由于今天天确实太冷了啊 然后我只能把我搭档的 这个设备包什么的 放在前面啊 然后 这后排是这样的 就是限量版车型呢 它是一个大四座 中间这儿呢 比如说漏开这儿啊 下面有储物空间 还有冰箱 下面还有一个储物空间和冰箱 然后呢 后排座椅通风加热 按摩功能全都有了 并且这里也有一个储物 储物空间啊 确实储物空间发的很多 然后呢 后排的视野感 其实也并没有说 拉到特别的极致啊 我们不看车上车门啊 它虽然是无边框 电锡车门啊 但是它是一个分段 这个全景天窗 然后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C柱和D柱之间啊 这个开窗上 这个角度是比较小的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受一个 六倍的结构的限制啊 所以说 它后排的视野感 确实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我们这时候回来啊 高级的车 后排的空间 永远都不用那么极致啊 只要把氛围 给你营造到位了 就可可可以了 那接下来我们的车条开起来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 动态视野感受 是不是也对得起 高级这个词儿 必须的